大家好 今天是8月4號 星期三 股市終於出現一個突破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段 恒生指數先低開33點到26161點 曾經一度在清晶的低見26009點 指數相對昨天來說是回調185點 可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加上主要的南籌都輕輕地做好 當中新經濟的股份也出現一個反彈 結果指數就一步一步地往上走 恒指曾經一度是高見26650點 在這分鐘指數相對昨天收視來說 是上升了456點 而更重要的第一就是指數已經突破了 升破了這個星期一的高位26300點 那等於說8月份只過了三個交易天 暫時指數是從2號的低位25743點 上升到今天暫時的高位26650點 等於說是一個先低二後高 當然這個月的波幅暫時只有907點 由於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是不可能在三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還有907點的波幅也不可能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那很簡單 只要先低後高的走勢不變的話 我想股市還是會進一步往上尋找這個月的高位 好了第一段是這樣子 第二就是今天的指數的 上升到26650點 等於說已經是成功突破了那個十天線 大概在26300點左右水平 我一直以來都說股市出現一個回穩的走勢 可是暫時來說還是要等 我們要等到指數真的能夠成功突破十天線 而穩守在十天線以上 那等於說整個不斷往下尋找低位的走勢 暫時已經是穩定下來了 好了今天是能夠穩守在十天線以上 我們當然是再往上看 目標現在應該是二十天線 大概在兩萬六千九百四十點左右水平吧 好了要是能夠上升到二十天線 而成交也配合的話 我們當然是可以再看高一些一線 畢竟上個月 整個月七月份的波幅是下掉四千一百一十一點 要是這個月全個月有大概一千五 一千八到兩千點的反彈的話 我覺得更高的指數應該還是在後面 可是有一點大家有留意 股市現在雖然說是已經回穩 而且也出現一個比較有機會往上走的營態出來 可是暫時氣氛還是比較保守 因為從六月到七月到現在為止 政策不斷地出台 所以變成投資者也好 資金現在日式的態度還是比較保守 還是比較審慎的 尤其是一種像新經濟的股份 大家還是有一點保留 所以看到群信是有一點反彈 美團是有一點反彈 阿里巴巴也是這樣子 可是他們的部分走起來還是比較慢的 不像以前一下子來的話 哇那個走勢就很亮麗 現在已經看不到的了 反而就是一種體育相關的股份 可能未來還是會有一段路要往上走 譬如說像李玲像安大還有特布這些 都可以看高一線 因為中央的政策就希望人民多做運動 那這樣子體育相關的股份 未來一段時間可能還是可以看高一線的 股市在八月份暫時來說是一個先低後高 可是現在只是八月份第三個交易天 往後還有很多很多的機會出現一個變數的 所以大家要是要短線跟進的話 千萬不要大手 風險管理一定要做得足夠 要做一些短線炒賣的話 當然5到8%可能已經很滿意 那這樣子看起來一旦股市有一點反覆的話 全單的風險應該同樣在5到8% 大家要記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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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